白色轎车高速冲撞 路边的招牌瞬间破了一个大洞 招牌碎片四散惨不忍睹 从另一个角度的监视器来看 白色轎车疑似失控偏离车道 往民宅方向暴冲 最后撞上了路灯灯杆才停了下来 车化地点就在凤山区的凤东路口 放在路边的花盆全被撞破了 路感也被撞断 还直接砸在肇事的白色轎车上 车头凹陷 还好车上的女驾驶没有大碍 但在前一个路口 女驾驶已经冲撞了一名机车启事 46岁的赵氏女驾驶 疑似差点撞上前方机车 想要踩煞车却误踩了油门 酿出大祸 还好被撞的难骑士 只有手脚擦伤送医治疗 被撞者是一名男性 年约36岁了 目前看起来 出乎是意识清醒 但是手脚稍微有擦伤 但在另外一个路口 小港区的沿海路 下午5点多 一名连结车驾驶 突然自撞马路中间的灯杆 撞几力到大 整辆连结车凡复 所幸没有人受伤 警方到场调查 55岁的男驾驶 并没有酒驾 造成车祸的原因 还要进一步厘清 旧黄熙刘鹏宇 高雄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